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林助理 你的文券呢 你都收了那么多份了 你姐不差我这份了 对吧 你就是这么配合江阳光过了 不是 主要这题啊 有点难答 我也不会答 算了吧 刚好在楼下看到咖啡店里 非常精彩的一幕哟 你看见了 你说你左手苏绳军 右手娇阳 林助理 你这么精通 鸡蛋不会放到同一个篮子里的道理 你不去做同行工作真的是屈才 赵总监口齿伶俐 做公关也是人尽其才 林淼 我劝你早点死心吧 我和江阳从小一起长大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 我这么多年来我看待江阳 就像看待我未来的丈夫一样 我这么努力的变优秀 我就是想着有一天 我能够站在他身边 帮他一起打理红雨 但是自从你出现之后 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江阳的目光没有从我身上停留过了 李淼 你就说你喜不喜欢江阳 我不想因为说我没有进赛场 就被判出局 赵总监 江阳 不是两个小女生之间 争来争去的布娃娃 她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她有思想 有选择的权利 再说了 我每天工作忙到飞起来 我哪有空关心你说的什么喜欢不喜欢 更别提什么赛场不赛场的了 如果你真的那么想和江阳在一起 好呀 公平竞争呗 你说什么公平竞争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也喜欢江阳呗 我没有什么说 你就是这个意思啊 李淼 现在谁都不在 你就说你是不是喜欢江阳吧 好 是又怎么样 好 你有得说是 她说她喜欢我 她反而表辞 喜欢我 虽然说 你没有本小姐长得漂亮 没有我有女人味 没有我和江阳之间这种 青梅竄马的情谊 真是本小姐勉勉强强批准你 做我的竞争者吧 找什么 赵总监 其实你真的挺可爱的 本来就很可爱啊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一时耳朵能成 今天是个 怎么了今天 高兴啊 高兴啊 好 高兴 高兴啊 要不我们还是打车吧 不要 这走会需要一个多小时呢 太浪费时间了 那我不值得你浪费一个小时吧 我希望 今天是个好日子 心想一时耳朵能成 我希望你能做好日子 心想一时耳朵能成 今天是个好日子